虎扑12月28日训凯尔特人今天在客场107-108不敌步行者 比赛第四节还剩7秒10 凯尔特人握有球权 但暂停后的杰森塔特姆三分不忠 球队遗憾输掉了比赛 赛后塔特姆接受采访弹起了最后一攻 责任在我 我应该给对方防守更大压力的 塔特姆说道 我承担所有责任 我没能打出球队需要的 人们期待的也是我应该具备的那种能力和表现 塔特姆接着说道 而谈起在比赛第四节得到大量出场时间的队友 罗伯特威廉姆斯 塔特姆说道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传球手 罗伯特真的经历了很多 他也非常努力 他会是我们这个赛季成功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输掉今天比赛后 凯尔特人遭遇二连败 开局战绩为一胜二负 对此塔特姆表示 我们会找到办法的 这只是第三场比赛 我们还在彼此寻找默契和球队特质 我们仍然在努力找到奏效的方法 今天全场比赛 塔特姆首发出战36分钟 21投9中得到25分11蓝板五助工艺封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